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忙了一天了 歇着吧 到这儿我给你做了饭 是不是嫌弃我做了饭 怎么会的 你得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啊 好了 就送到这儿吧 这两天是不是没休息好 我送你进去吧 顺便拜访一下奶奶 不要 不一样 这么快就去救我 你是问我特别的商业吗 不是 你最近不是没休息好吗 等下次我们休假 我正式介绍你给奶奶 好不好 好 朱医生这么为我着想 这次就放过你 早点回去休息 晚安 看来我出了的不是时候 要不然我 我 好 我回去 奶奶 你好 我是朱舅的男朋友 叫傅云生 好好好 既来了 就进屋坐坐吧 嗯 好啊 来 别一个 把我爬破了收回来 好 嗯 姐姐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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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奶奶 哎 这个不错啊 嗯 晚上了 不给你沏茶了 这是我自己晒的金银花 嗯 很清淡的 去活 哎 这个不错啊 嗯 晚上了 不给你沏茶了 是啊 怎么样 嗯 真的不错 嗯 奶奶 我对植物药草也很感兴趣 我听朱就说呢 那您平时也喜欢研究这些 那以后啊 我们就以后多多浇软 哎呀 研究谈不上 我是蛮喜欢的 那以后啊 我经常过来 你不要嫌我烦啊 不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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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累了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哎呦 你看我高兴的 都忘记炒菜了 哎 那我帮你啊 马上就好 不要 不要 我马上就过来 要要要 我给你学去啊 那走 学员以后怎么给朱就 鱼蒸好了 我来切吧 哎 奶奶你等一下啊 马上就好 切得真好哎 你还有这功夫啊 我爷爷呢 最爱的就是下厨 经常啊 抓着我一起 所以呢 做多了 自然就会了 你爷爷爱做饭啊 您都不知道 我这个爷爷 非常地可爱 他从来就不吃 他自己做的菜 都逼着我吃呢 逼着你 来来来 给我 你 你们总算 二人的关系 一定特别亲密吧 我从小啊 就是爷爷待大 所以这一点呢 跟朱就非常有话题 聊得来 朱就和我说 奶奶 您是他最爱的人 奶奶 您知道我有多嫉妒你吗 嫉妒我 聊什么呀 你看 聊什么呀 看我这蛋挖打得怎么样 还不错 再聊你啊 是我会还的 还你 真的啊 奶奶 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呢 你快歇着吧 厨房哪里站得下呀 你去等等吧 马上就好了 你忙了一天了 歇着吧 等着我给你做的饭 是不是嫌弃我做的饭 怎么会的 你得给我一个 表现的机会啊 对不对 接个量 好 奶奶 今天我给你露两手啊 现在年轻人愿意下厨房的越来越少了 是啊 得鼓励一下这些年轻人 再忙再累 都得要 孝敬父母 要学会生活 对 也要懂得生活